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所直播的台湾APP节目 我是主持人曾国华 现在所进行的单元是国际APP 这位香港民众争取真普选 让这个战中事件登上国际版面的同时 印尼国会日前是通过了取消地方首长直选的法案 引发了外界批评是印尼的民主倒退 媒体这个分析 就是说在野党联盟 可能接下来甚至会发动废除总统直选的计划 重创印尼的民主发展成果 究竟印尼这个老牌的民主国家发生了什么事情 民主在印尼真的会倒退吗 即将上任的新总统左柯威 又该如何面对这一波波的挑战呢 因为我们共同关注的是 正修科技大学国际企业系的副教授戴万平老师 老师你好 大家好 是老师 我们现在为听众朋友先介绍一下整个新闻的背景 印尼国会大概是9月底的时候 以226票对上了135票 通过了选举法案 取消了人民直选 省长 市长跟区长的制度 改为地方立法议会来推选 让不少的印尼网友在这个网络上是骂翻了 而即将在10月20号就任印尼总统的当选人 左柯威也表示相当失望 老师这个就在这个香港在争取真普选的同时 印尼这个老牌的民主国家是不是在走回头路呢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是 简单来说要分析这个问题有几个不同的层次 那第一个层次从法律的层次来看 通常像这种所谓的地方首长的选举的问题 应该是在宪法层次里面所规定 那可惜的是印尼的宪法可能是全世界最短的宪法 那只有49条 那关于中央跟地方的关系里面就只有一个条文 他是说地方首长的选举必须要以民主的方式产生 在宪法里面并没有规定首长是如何 一定要用直选来产生的 这给了所有的在国会里面的大党里面 就有很大的运作的空间 那但在其实在这一次的国会 立而卸任的前夕通过这样的一个条文 会当大家非常的惊讶 当然很容易去联想到 这中间是不是有选举的恩怨 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印尼现在这一次选举里面 原来博具声望的Bloborough 那他当初跟9个V过去的时间 其实是一个联盟的关系 9个V Bloborough本来原来就是一直想 要去设立一个这样的一个组合 就是由9个V来当任 亚加达的省长 然后Bloborough自己本身去当印尼的总统 没有想到在这样的一个布局 在今年的选举里面变成是 双方变成是一个对局的局面 所以这样的一个故事 这样的一个原因下来 Bloborough自然对这样的情况是非常不满的 那如果去看一下印尼 实际的印尼的国会的一个结构 我们发现 9个V未来面对到的环境会非常艰困 因为那在国会里面 大部分还是由Bloborough 跟高卡尔所掌握的红白联盟 那这红白联盟在印尼的三分之的席位 所以他们还积极透过 因为就刚提到 宪法上并没有很明确的规定 地方首长的产生方式 只有说是以民主的程序产生方式 所以当然也有很多人去批评说 现在的民选的省长跟民选的首长 因为选举的面积特别的浮原太大 然后产生很多的浪费 所以他们希望 有很多的省长在这个 选举完之后 就必须要用省长的职位里面 去贪污 然后来补偿他这样的一个选举的经费 所以最后的结果 在印尼民族也有一声声音说 是不是要回归到过去的时代 因为在过去的时代里面 包含从印尼的总统到地方的首长 他是有点像我们过去的国民大会 这样的制度 是由间接选举来产生 那他们认为说 用间接选举这种所谓的代表制的方法 来产生的话 其实会减少很多的麻烦 那实质上的话 我们来看 那当然是一个政治恶毒的结果 那不止如此 那在10月2号这一天 印尼国会 新的国会的DPR里面选去 新的国会议长 本来九国V也想要说 推动 推出提出他们自己的候选人 由民主奋斗党的人 也是国会最大党的人 然后来提名国会的议长的人选 那没有想到的 在选前的时候 红白联盟自己也推出自己的人选 然后就把原来的 九国V所艺术的人选里面 就否决掉了 那是由红白联盟 就是BloBlo这个阵营里面的人 担任国会的议长 那我想这样下去 基本上 推国一在未来 在印尼政坛里面 已经是 还没有上任之前 已经连续失去 两个重要的一个信誉 跟两个重要的法案 我相信他在未来里面去 要治理印尼里面 需要非常多的挑战 然后尤其是在国会里面 并没有获得压倒性的多数 然后在对他的未来施政 要做一些改革里面 是非常困难 听起来这个还没有上路 就已经好像开始跛脚了 布老师您刚提到 这个大印尼联盟 对上的是红白联盟 可能这个各位听众不太了解 印尼国会的生态 是怎么样一回事 它是不是大大小小的 各个政党是非常多的 是 在印尼国会里面 大概是要能够取得 席位的政党是非常多的 所以在过去的时代 从以前到现在 印尼基本上都是一个 多档次的国家 但这当然根源于 它的选举制度 本来就是一个比例代表制 所产生的国会议员 你只要在国会里面 能够达到5%以上的选票 就可以分配议席 那通常为止就是在 选举之后 就会进行各种不同的合纵联盟 那当然总统 从总统的角度来看 他们也希望说总统的联盟 所组成的联盟 当然就是可以 在国会里面 也可以作为国会 最多支持的力量 那只可惜就是在 过去的时间 在选举这个过程 总统选举的过程里面 大部分的联盟 或大部分的政党 是比较倾向于 Blovo 所以这跟原来的 总统直选的 直接民意的 所反映的结果 是不一样 所以这也让 一些印尼的政客里面 有认为说 那与其这个样子 他们不可能从 原来的直选里面 获得胜利的话 他不如就从 国会里面做结盟 甚至就刚刚说过 利用宪法里面 规定的条文 不是那么清楚的情况之下 不是那么明确的情况之下 透过国会里面的 法律的修改 然后来达成 他自己的一个 政治的目的 所以现在 大家也很担心说 印尼是不是未来 有可能被修成说 总统也恢复到 原来是由 人民协商会议 而不是由总统民进群 那我相信这样的话 对印尼来说 就是走了 民主的回头路 所以这有可能吗 是有可能的 如果按照刚刚说 这样的程序的话 是有可能的 所以好 那我要问一下 看香港这个民众 在争取真普选的同时 那我要问一下 印尼民众 他自己的看法 会比较偏向哪一方面呢 当然所有的 从印尼的角度来看 你要从两个 不同的角度去看 从精英的来看的话 因为他们现在 如果是包含政党的精英 如果他们是能够 从原来的政治利益里面 就是说刚刚说的 跟政党之间的合众联盟里面 所以这也为什么 我说还是有声音说 会支持原来的省长 或者是这些地方民选 是改为间接选举 因为多数的政治人物 和政党领袖 可以从这一次 这样子的一个 选举的过程中 透过国会 透过省议会的议席操纵 地方议会的议席操纵里面 是可以容易得到意义的 可是人民 大部分的角度来讲说 我们需要一个 直接的改革的 直接民主角度来产生 那自己包含九国会自己 他原来是索罗市的市长 他也是直接民选产生 雅加达市的市长 他也是直接民选产生 那印尼的总统 他也是直接民选产生 那对于这种所谓的 因为如果按照过去的制度 以他的政治之力 是完全不可能 当到印尼的总统 自然他也会觉得说 直接民主产生的 是能够让新人 不去政党设采 不是那么农业 政党设采的 那政治的素人 能够获得 能够服务国家的机会 那我们也看到这一些 由民选出来的首长 包含现在的副省长 即将继任为首长的 阿浩 钟万协 那他本身也是这样子出来的人 所以我觉得 新一旦领导人 新一旦年轻人 或者是比较偏向学者型的人 或者是都市中产阶级 我相信他们大概 还是比较支持 由直接民选去产生 这样的一个省省的首长 所以这个 老师您刚刚讲说 是中产阶级以上 那如果按照这个比例来讲的话 这个支持的人 这样的比例来有多少 我想大概现在 已经大家已经 如果像以总统这个阶级来讲的话 大家已经习惯 都能够接受总统 已经是民选了 我想要走回头路的机会 是比较不 虽然是有这个可能 但是比较不大 但他们从省长 这个部分来开刀的话 其实 可以看得出来是一个警讯 那我觉得可能也不是 不见得是在 这也不是一个宗旨 我相信在未来里面 有非常多的法律 只要是跟 九国一 自己改革有关 那可能会遇到 Bolobro的时候 我想Bolobro在 国会里面 就是从这个总统的 竞选的 败选的 这个人身上的 我想他会去 反对的 或者是阻碍的角度 是非常多的 所以在未来里面 可以看得到 九国一 在实际的政治改革里面 会遇到非常多的 麻烦跟阻碍 那我相信 这个从省长的 改为非直选 从国会议长的 这个职位里面的 非如他所愿 我想这个可能都是一个 很明显的一个征兆 这个按照老师来讲 他已经在国会 是连二败了 所以未来 面对这个超小野大的 这个状况来讲 他恐怕真的 有点寸步难心 布老师我们看 这个问题总是得解决 所以现任的总统 已经表明 他不会签署这个法案 也会对这个宪法 法院提出上诉 另外他也发布了 两项代行的条例 第一个代行的条例 就是要废除国会 已经通过了 这个地方选举的法令 那第二个 就是代行条例 就是要修正授权 地方这个议会 选举地方首长 这个地方政府法令 以挽救 目前国会通过 取消地方首长 直选的这样一个决定 OK 但是这个代行 条例好像还是要 回归到国会 由国会来通过 老师您认为 这有效可以反制 在野联盟的做法吗 所以现任的 那个尤罗罗里的总统 其实在这两件案子上 的角色都是很暧昧 第一个 他为什么会让 这个法案通过 因为在9月25号 法案通过的那一天 他的刷属的政党 印尼民主党 其实是国会第一大党 然后放弃的去 杯葛这个案子的权利 第二个 第二败里面 在这一次的 那个国会议长的选举里面 9KV也希望原来的 苏西洛所领导的 印尼民主党 虽然已经不是国会大党 10月1号以后 不是国会大党 但是他们也希望他表态 能够去支持 所谓的9KV这样的一个阵营 可是他并也没有这么做 所以外界很怀疑说 到底现在的苏西洛总统 是不是真的有意愿去跟 后来的9KV总统 继续的合作 那其实这个角色 其实是暧昧的 所以即使他今天 做出这样的补救措施 那是不是能够 顺利的在国会里面 重新能够推行 我想可能 苏西洛总统也希望 他的未来 他的所谓的 印尼民主党 可以在整个国会里面 扮演一个 所谓的两派之间的 一个平衡角色 重新特别利益 我想从这个里面可以看得出来 有这样的一个倾向的味道 那是不是能够成立成功 那我觉得 从法律上面看的话 我觉得也相当困难 就是因为刚刚提到过 苏西洛总统 现在想要打一个 违宪的官司 但是印尼的宪法里面 就是我刚刚也提到过 宪法里面规定 这个部分其实是很模糊的 他就认为说 你只要能够 用民主的程序 产生地方惆怅 并没有说规定 一定要直选 所以其实 看起来 表面上看起来 是没有违宪的问题 那只要通过了 法律似乎 就必须要去执行 老师他们有想过 要这个修宪吗 把这个宪法定得更明确一点 在实际上来说的话 是不太可能 难度很高 因为印尼的 从1949年宪法 到现在为止 里面大概就是 维持这样的格局 所以这也是让 很多的独裁者 可以利用这套宪法里面 可以上下其手 任意解释的原因 好吧 那我们只好把这个焦点 转到左柯威的身上 无论如何 再过半个月 这整个国家机器 就要交到这个 左柯威的手上了 按照老师 我刚刚的这个分析 未来他势必要可能 组成联合政府 否则真的是寸步难行 老师您认为 目前左柯威手上 哇 听起来好像没有什么筹码 是 那怎么办 那其实我觉得 这后面就来 简单来说 可以从一个角度来观察 在一年的政治里面 如果你没有党派的支持 你只是一个 政治的素人 就我刚刚提到 虽然他是民族斗争党 民族奋斗党出身 那原来他 可是他的政治 你仔细检视他的政治资历 他只有一个小市的市长 那个市 就是索罗市 那这种感觉 就有点像说 你是台南安平区的区长 忽然跑到当台北市的市长 忽然当了总统 那这样的一个 快速的一个 串升的过程中 其实他没有培养 足够的一个自己的人 那在党内的资历 也不是很深 那他靠了就是 自己本身的一个 名望跟威望 那这样这个名望跟威望 在选举里面是容易可以得到天下 但是要治理天下 如果你没有一个团队 在印尼的 是不是在印尼的环境里面 你又没有多数的政党跟联盟去支持 那我相信在很多方面里面 他会遇到非常多的麻烦 那比如说在印尼里面 他上任必须要解决的 像是燃油补贴 这样的一个问题 那这个问题当然很复杂 没有在短期内讲完 那比如说最近整个亚洲的经济货币大跌 那印尼是大跌更严重的 那对台湾或其他国家来说 货币大跌可以增加出口 那可以增加竞争力 日本喜欢这样子 可对印尼这样子 是以内需市场为主的国家来讲 货币大跌 其实不要忘记 亚洲金融风暴 就是亚洲金融风暴 引发的印尼大乱 也是从货币大幅贬值开始 所以在经济议题 在政治务议题上面 似乎他还没有上任之前这样的一个 我们最近看到的数据也是 印尼的 印尼币是在整个亚洲货币里面 贬值最多的 那所以这样比起来的话 印尼的未来的 他面对到的难题 其实会是蛮多的 而且现在这个 哇美国这个量化宽松 即将快要结束嘛 所以这个外资 可能随时都会撤走 是那印尼边的贬值里面会更严重 那我刚刚提到 就是说亚洲金融风暴 造成印尼大暴动的原因 是因为货币的急速贬值 所以他一上任就必须要解决 这个所谓的 印尼急速贬值 带来对他来 带来经济的影响 那我觉得是非常 会是一个非常严峻的考验 哇这是在经济上面的 这个挑战了 不过老师 如果我们把这个焦点 锁定在国会 他有办法去 这个整合整个国会的力量吗 所以如何去安排 他现在可以 可以去决定的筹码里面 就是在于那个 人选的安排 那是不是局限于 他自己本身的联盟 还是他愿意释出更多的 释出更多的职位 跟重要的部长职位 给非执政的联盟 然后换取一些 在国会里面的合作 我觉得这是他现在 目前为止可以使用过的武器 哇 可是这种利益而结合 随时也会因为利益而崩解 这个这样会不会很容易 就是在国会里面 常常会有这样混乱的状态 在印尼就是其实在过去 从1998年之后 在过去到现在就是如此 从国士多到美加瓦地 其实基本上都是在做 因为印尼文里面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印尼文化 叫沟通哪用 就是沟通协商 所以他们很多事情就是用 简单来讲就是用桥的 那如果能够桥的好 就是一个稳定 如果没有桥不好的话 就是走马换将 然后利益交换 所以基本上这个在印尼的 过去的政治发展史里面 这是屡见不鲜的 然后我看到这样的情况 其实研究印尼政治来说 并不是一个意外的情况 哇 这个听起来 这个印尼 这个未来的民主发展 真的有一些这个岌岌可危 不过老师 我问一个奇怪的问题好了 他可不能直接 可不可能这个 直接找这个布拉伯 直接这个对谈 或者是谈判 举个例子来讲的话 现在的那个梅加瓦地之前 如果还讲了 他们之间的一个 这样一个对立的话 我们再讲前面的故事好了 其实布拉伯 跟那个Jokovid 这样的一个恩怨 以前没有发生过 那其实也发生过 为什么 原来的梅加瓦地 在2004年想要 2005年想要继续竞选 连任的时候 他原来安排的 政治安全统筹部长 就叫做 Yohodi Yono 他本来认为说 我给他一个部长职位 然后让他安心的管理军方 我就可以了 没有想到Yohodi Yono 就是现在 尤多诺 越诺总统 出来挑战他 那当然梅加瓦地 当然气得要死 所以到现在为止 卸任之前 Yohodi Yono 一直约梅加瓦地 要见面 去解决印尼政治的一些 僵局的问题 但是到现在为止 梅加瓦地 还是不愿意见 Yohodi Yono 所以从这个故事 你反射到 现在的证据里面 就可以看得出 这些恩怨情仇在这里 我本来是 当你的老板 提醒你变大 那现在忽然你 变得够大之后 就跳出来 把我打死 那基本上 他们就有点翻脸 那到现在为止 你看 从梅加瓦地 跟Yohodi Yono 这样的一个 翻脸情仇 你就知道说 其实现在要解决 Yohodi Yono 跟原来的 Proborough之间的关系里面 其实是不那么容易的 听起来心仇旧恨 涌上心头 这个印尼的政治纷争 真的很像电影的肥皂剧 所以说其实我们 要研究印尼政治的时候 我们也随时会吓一跳 说怎么样 可是如果在吓一跳的过程中 你回去想它的脉络 其实好像又可以这么理解说 这迟早就会发生 因为其实 这并不是第一次发生 以前就曾经发生过 类似的情况 不断来重演 是 老师我们接下来 必须要观察到重点 您认为 我觉得在未来里面 就是他上任之后 我觉得还是回到经济的问题 因为虽然在国会里面 自主那么多 因为很多经济的问题 是立即性的压力 就我刚刚提到 像是燃油补贴 BBN的问题 在印尼 从尤冬月诺开始 一直到现在为止 都不太能备发生 然后因为 印尼的预算 国会的 国家预算里面 大部分20%的预算 都是来自于去 补贴了便宜的燃油 让印尼的石油 非常的便宜 但是也造成很多浪费 也造成很多 发现的现象 是在加油站买不到油 在户外的小店 才买得到油 这种奇怪的现象 那九国会上任之后 说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觉得解决这个问题 基本上对印尼的经济来说 是个好事 因为至少不用再用 过多的国家预算 集中在所谓的 社会福利政策上面 第二个就是 印尼的未来经济里面 是不是能够有更 虽然我们台湾 一直非常乐观说 上任之后需要 可以解决 然后需要好的投资环境 我觉得都过于乐观 因为印尼顿的贬值 会造成整个 国内经济情况的不稳定 因为你把钱投进去 换成印尼顿 那它一直在贬值 外商还敢再进去 那所以这个问题 就如何能够稳定 自己的货币 能够吸引到外资 那是誓言说 要改革印尼经济的 九国会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政治问题很难去 一夕之间马上瓦解 那它必须要面对的棘手 我觉得可能是在 经济的问题上 会来的比较多一点 所以怎么样去改善 这些经济上的条件 吸引到实质上 吸引到更多的外资 能够做印尼实质的投资 那我相信 对九国会来说的话 可能会帮忙比较大一点 所以实质还要回归到 这个经济面 让这个民众生活 还是可以稳定下来 最重要 无论如何呢 这场角力势必会延续 到这个左科威上台之后 未来左科威 要如何面对这种种挑战呢 我们也会持续的为您关注 今天就非常感谢 征修科技大学 国际企业系的副教授 戴文平老师 为我们所做的深入分析 请不吝点赞